光复香马台安部落推广足语教育 不仅结合了语推诗后山白日梦的部落青年 在部落祈祷协助下开办了亲职足语绘本 部落族人和孩子们参与踊跃 在成果发表会上除了传统歌谣传唱 家长带着孩子上台展示 也念诵自己创作的足语绘本 精彩的故事内容透过镜头一起来看看 光复香大马台安部落文件站的长者 清唱传统歌谣台上台下共鸣同唱 气氛热烈 理事长肯定四位文件站赵福源 在照顾长久之余 结合语推诗开办 足语传习班推广母语的成果 近年来也看见足语文化推广的青年部落 更以实际行动学习并传承给部落孩童 孩童鸦鸦说足语 逗得台下阿公阿嬷叫开怀 由于会使用足语的现代部落家长少之又少 因此也透过社区协会 以及后山白日梦的计划活动 跟着孩子一起重新学说足语 小朋友来这边也很开心 学足语念一下 自己也喜欢自己在地的母语 我觉得我的环境就是对于这块 足语这块很蛮丰盛的 让他学真的是还不错的 由部落青年共族的后山白日梦对于足语的传承 与学习也想尽绵薄之力 从上个月14号起一连推出办理亲子足语绘本的活动 以回忆作为主题 由父母亲或阿公阿嬷共同创作故事绘本 部落家长热烈回响 从原定的五对亲子家庭到后来暴增一倍 部落青年也相当有信心 我们希望可以延续这样子的活动下去 可以照顾到部落里面的小朋友 还有老人家 然后也让父女在就是有 闲起来的活动可以有更多时间陪小朋友 附阵传承并发扬自己的足语 大马太阳社区发展协会高度重视 从文件站串联与推施 乃至于部落青年资源力量共同来推动 这一次不论是歌谣语文甚至足语绘本成果都令部落 以及地方各界高度肯定 所以我们的整个文件站其实是一直都做得很好 所以这是我们学会在承办这个工作 确实是要感谢他们 除了文件站持续推广足语课程 后山白日梦首度推出的亲子足语绘本广受好评 部落青年感谢并表示 后续将会集资出版分享给部落家庭或学校 共同学习我们的足语 记得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